Hello 大家好 珠春露 澳門遊客少了 賭場周邊罪案少了 不過最近又發生一宗貴里佬禁固債仔的案件 案情指一名內地男賭客在10月21日深夜 在路淌一間賭場輸賭本後 被涉案的兩名內地爬仔搭散 游稅他借錢翻本 市主其後同意借50萬港幣 條件是賭百加落時 每局如果勝出 需要抽投注額15%作為利息 同時要扣起證件和簽借據 市主簽借據後 由兩名爬仔陪著賭 他們分別負責抽利息和把風 到第二天凌晨3點 結果大家都知道 市主全軍覆沒 他一共被抽20萬元利息 而兩名貴里佬把市主先後禁固在路淌兩間酒店房 至今月23日 市主趁兩名爬仔休養生息閉目養神 不為意期間暗中用手機聯絡朋友要求協助報警 同日下午4點 治安警趕到現場 拘捕兩名貴里佬 救出市主以及起出借據 案件隨後轉交司警跟進調查 被捕的兩名貴里佬都是內地人 報稱做爬仔 分別姓黃33歲 姓空25歲 他們涉嫌放高利太禁固 已經送交檢察院處理 根據澳門營發點 如果在賭場放貴里 就會構成為賭博的高利太罪 罪名成立的話 最高可被判處三年監禁 這集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頻道記得訂閱我 下次見 拜拜